大家好,我是妞威 原来不用烤箱,自己在家也可以做蜜汁叉烧肉 一个电饭宝就搞定 这方法太棒了,妥妥的男人模式 学会这个做法,想吃叉烧肉 再也不用出去买了 做叉烧肉,我们首选这样的梅花肉 因为这一块肉做出来,它鲜嫩不柴 我今天这块梅花肉有点厚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先片成片状 要不然比较不好入味,也比较不好熟 片好后,我们就去掉上面的猪皮 大概的厚度就是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啦 先把它收入大一点的盆里 我们现在来准备一点生姜 再拍上几瓣大蒜 拍好后把它装入大碗里 来上一点葱结,加入小半碗的清水 用手抓捏两三分钟抓捏出它们的汁水 把抓好的葱姜水过滤到我们的肉中 整个渣渣不要 两斤的肉我们加入三勺生抽 一勺蚝油 四勺叉烧酱大约150克 一勺白糖 一勺蜂蜜 戴个手套把它们充分的抓匀 可以多抓一会这样肉更好入味 一定要让肉的每一个边边角角都可以裹上料汁 盖上保鲜膜仿豆冰箱腌制一个晚上 至少要腌制四个小时以上入味 看下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 已经腌得非常的入味 接下来就是什么事也不用做 直接把它丢入电饭堡里 丢入电饭堡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把它铺平 然后出来的造型就会比较平整 最后的汤汁也一定要倒进来 必须要再往里面加任何的东西直接盖上盖子 直接选择煮饭就可以了 时间到后打开电饭堡进行开盖煮进行收汁 把汁水收汁像视频中这样非常的粘稠 而肉的颜色非常的红亮 闻上一口就是香味扑鼻 看看是不是看一眼都要馋得直流口水 这样做好的叉烧肉真的是太诱人了 用梅花肉来做不腥不柴 咸冷多汁 老人孩子都非常的爱吃 把肉捡出后方的一个盘子里面稍稍放凉 放凉后再把它改刀切成片状 切好后就可以直接享用了 非常的美味 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别忘记点赞关注收藏哦 点击我的头像也更多美食听你的发现 我们来期节目再见